大家好 今天录一个视频说明一下 我今天为什么开始删除B站上的视频 以及我为什么不再录制新的 集团机编程方面的视频 这是因为就是我做这个编程视频 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了 然后李永乐 李永乐老师做这个他的科普的视频 好像有三年 他是2017年 我是2018年 我们看李永乐的粉丝 B站上已经284万了 他的YouTube上的粉丝也 也100多万了 那我们看一下他YouTube上多少万 来 速度慢 李永乐 当年李永乐老师水平比我高 他讲的东西都是我根本讲不了的 他有136万粉丝 我并不是欺望 就是我成为李永乐那样的 其实相当于网红 并不是欺望大道 当年我欺望肯定也要想他这样 但是欺望不可能的 是吧 就是不欺望大道 他在这种程度 其实全国著名的这个网红 我这有个几万粉丝 比如YouTube上能有1万关注的 就行了 但是现在我的YouTube观众呢 这有做了两年多 这有1180个订阅 而观看量呢 观看量也只有三点多 远远没有达到这个 YouTube的这个 基本的那个标准 虽然我这两年多 录制的大量的视频 在YouTube上我录制的 有430多个视频 其中也就相当于编程的视频 有430多个 看我的观看量 这有3655要达到4000 就两年多 我这频道虽然录制的大量的视频 是吧 400多 这个数量非常多了 是吧 我不知道李永乐老师的 录制的视频 呃 多少 可能可能 估计比较多 是吧 但是像他一个视频 他的观看量 就远远超过了我的几倍 是吧 他一个视频 我们随便看一下 他这一个视频 83 85.3万 是吧 一个视频就达到这么多观看量 而我的全部加起来 根本就达不到他的观看量 所以这就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这个方 我这个方向就是编程视频 就是很难就是在 再有发展是吧 就是达到了YouTube的标准 将来互利也不可能 呃有什么互利的 比如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 Google Edison 这个早就通过了 是吧 Google Edison这样 你看我的 Google Edison的那个 在哪里 我的Google Edison 好像也有一年了吧 通过这个Google 也有一年 但是他的 到现在才有大概20美元 所以一年我再有20美元 20美元我也不可能拿到手 是吧 据说要达到100美元 他就给你去 那28.5千美元 就是我的过20省 这是我们站上的 所以将来的Google 就是通过了互利 那一年 估计也一只 二三十美元 所以这个 再做下去 已经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就决定方式 继续 从事这个 编程教学方面的 这样的视频的录制工作 因为这个地位 我来说 相当于我 选择了一条路 这条路走着 就发现 是不行 是无通 如果我在一位的 一根筋的 这样走下去 结果 你走到老 走到死 也是这个样子 是吧 所以我们有 这时的咨询 就是不要再把大量的 因为你付出了大量的精力 和劳动 制作这些视频 但是呢 你没得到相应的回报 所以我今天呢 把YouTube的 Bilibili上面的 视频也删除了很多 是吧 看一下 在这里 这里一个课程 删除掉了 这里也删 这里也删 就删除好几个课程 还有是零零碎碎的视频 这是在这个什么 频道里面的 有的频道里面 没写出来 也删除掉了 就删除了 今天删除了不少 有将近一半的 这样的视频 包括数据机构的 那个柱体啊 之类的 但是这次删除的视频 是不是永久的删除呢 永久的删除 不容易 因为 这次删除 没有 将来假如像这些 看之前的事情 的劳动股市 看不到了 那 这里 B站虽然删除了 YouTube上还是有的 所以所有的内容 YouTube上都是有的 比如最早我在这B站 删除了一个 Android Studio的开发 是吧 这个很早事情删除过 是吧 但是呢 他在YouTube网站上 还是有的 是吧 在我的YouTube网站上 就 YouTube是我永久保存 这个我录的视频的地方 是吧 因为狗立的平台 我的他们总是不放心 因为狗立的平台 他说给你删 说笑你好 就笑你好 说疯了就疯了 是吧 所以我就对他们就是 心里没底 你看我在YouTube上 所以我把所有的 相应的免费的课程视频 都放在这个 YouTube上 这些上面都能找到 所有的 Android KFI 什么 Python 将来我把这个 下面 我今天给制定的一个目标 就是如果这个 Python3 在半个月里 大不了5千 增长 观看量的增长 大不了5千 或者什么呢 或者另外一个 C++17 从论门到精通 如果它大不了 增长的大不了5千 就是现在是4千2 如果大不了9千2 那么我半个月之后 也把它删除 当然这个是1万2的观看量 如果大不了5千 就大不了1万7 所以我要把它删除 这样呢 就是说所有的内容 都在YouTube上 就是如果你想看的 你才在YouTube上 还是可以看的 你也可以看不到的 让你同学 在YouTube上下载好了 之后 两个给你单独在电脑上看 就是我不在国内平台上 国内平台 反正我不喜欢 为什么 因为我的微博账号 被消耗了三个 是吧 就要小白震动变成了 还有HW档 最后一个消耗 消耗三个 我现在知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有一个消耗是因为什么 是 是我转号在评论了一下 这外国留学生的事情 这个非洲留学生的事情 后来那个消耗了 还有S病 就是两个 有一个消耗是因为这样 还有一个消耗是因为 我转发了一个 马日 他的微博叫一马当前 我就转发了他一个微博 我都没讲 所以我就转发了一下 后来马上很快 我的微博被消耗了 还有一个微博的消耗也是类似的 可能也是因为转发 所以 国内的平台 包括微博 现在我也不care 现在我微博上 现在也有一个账号 是第四个微博号在上面 但是啊 我不太去上 偶尔上去看一下 我 我 无所谓的 我要不要在微博上去什么 发帖啊 什么之类 我根本就不care了 不关注了 是吧 所以微博 像我这样的 就不去管他 谁他去 通常 b站 也是的 b站 将来我就保留 这样 就是 删除一时 然后保留什么 c++ 快速论盟的 这个把它保留下来 c++ 从论盟到京东 把它删掉 python 把它删掉 是吧 主要去保留c++ 快速论盟 就不散了 超过2万以上的 那我也 谁不都散了 不散了 而今后主要就是 保留的 保持这样的总统 然后可能会是 其他的视频 那就是生活内的 这个 闲鸟的视频 也许年年随时的路下 因为我发现 不闲鸟的视频 他可能 关键要反而多 你用编程方面的反而少 啊 这就说明一下 就是今后 就是编程方面的 基本上就不会录了 同样我这个腾讯网站 这个上面 你看我现在也不管 我也不去 不怎么提供 难得去提供一下 但是米歸 他的销售量 就是一个 甚至零个 我也不管 随便他 因为腾讯 微信网 微信的公众 我也不玩 我也不玩 放在那边 勾立的 现在很反感 无所谓 反正我是要公开的 这个YouTube 这个语言就行了 YouTube他 互不互利 这个频道 我也基本上不管了 YouTube这个频道 因为我说 这个编程频道不行嘛 YouTube这个频道 实际上我也相当于 放弃的 但是也不是完全放弃 也会录一些其他的 反正闲鸟 然后放在上面 但是 他不会是我的重点 因为我重点 现在 我有新的YouTube频道 但是在这里不告诉大家 是吧 你都找也许能找到 就是我 主要经历将来是 教人家怎么样 网络卷取 网络创业 是吧 怎么样做YouTube 等等 就是我做那样的频道 是吧 生活内的频道 而不是这种 评价技术的频道 好 谢谢大家 就是简短的说明一下 布兰野的同学问 为什么突然 三条是什么原因 那些说明一下 是吧 主要是这个原因 就是这个频道 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是吧 比如B站上面 频道老是什么 什么荷兰老是 其实老是那种 搬运的 搬运的视频很火 有个人搬运 他很火 很快也几十万 几百万 观看量 或者粉丝 粉丝关注 像我们这种 都是原创的 反而他 在B站上 从来不会让你到手 也说 你做了那么多 原创的 没用 不如人家搬运的 搬运不其实是盗版 是个好天的名字叫搬运 好 今天就到这里